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她的心里有蓝图 她的时间不错 各位空中主义学观众您好 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 原生部部主任吴姓章 跟大家来思想与我相关的题目叫做 个性与灵性 个性与灵性 我们来看以色列第一个王 撒姆尔死的时候 凄惨的情况 记载在撒姆尔上第31章1到6节 这边说 非利式人与以色列人征战 以色列人在非利式面前逃跑 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到的 非利式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 就杀了扫罗的儿子 约拿丹 雅比拿达 麦基 苏亚 士派甚大 扫罗被弓箭手追上 色伤慎重 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 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 免得那些未受割离的人来凌辱 刺我 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 扫罗就自己扶在刀上死了 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 也扶在刀上死了 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 与他拿他兵器的人 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 个性与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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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性与灵性常常是互动的 灵性好的 个性会慢慢好 灵性不好的 个性也会慢慢走下去 相反的 个性好的 灵性不一定好 你像耶和华建政认会的人 像慌慌儒家的人 个性可能很好 但是没有神在他身上当中 没有灵性 相反的 个性不好的 灵性可能会被拖垮了一天 最好的例子 就是扫罗 我们不要单单只是关心灵性 也要留意个性 扫罗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开始的时候 灵性非常好 在撒末尔上第十章的时候 因为他去追叔叔丢了驴子的时候 驴的时候 碰到撒末尔 撒末尔告他 在十章第一节 一告他以后 第十章第十节 给他新的心 十章十节 给他新的心 回来以后 叔叔问他说 你碰到什么 撒末尔告他说 你要做王 结果他并没有告诉人家 说他做王 回来以后 叔叔问他的时候 他没有把他要做王的事情 告诉他的叔叔 甚至呢 第十章二十七节 有一些悔徒啊 嘲笑他说 这个人怎么能救我们呢 他就藐视 撒末尔 扫罗的时候呢 扫罗不理会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 当 撒末尔抽签抽出来呢 其实 抽到的正好是扫罗 扫罗呢 不在 为什么 躲起来 那他个子不高吗 他个子非常高 比别人高一个头 但是躲起来 为什么 很清和 所以从他开始的时候呢 他被卷选 被高 有新的心 甚至呢 所有的人就说 那 撒末尔扫罗也是在 先知当中受感 说话 他被圣灵充满 新的心 清和 躲起来 人家嘲笑 他不理会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灵性非常好 一开始的时候 灵性非常好 那他确实 有一些功劳了 第一个功劳 四十四百年 十二支派的灵散 因着他缘故 联合亡国 所以政治上 他带领以色列 从分散到统一 第二 局势上呢 十四章 四十七 四十八节说 那些外邦臣呢 外邦的那些仇敌呢 也不像在四十时代一样呢 可以欲取欲求的 来攻击以色列人 所以军事上 他是领袖 功臣 第三 经济上 上末上 一章二十四节 记载呢 大卫说 这个扫罗 对不起 扫罗呢 他本身呢 能够叫以色列的女子 都穿珠红色的美衣 所以在政治上 在军事上 在经济上 扫罗通通是功臣 他可以说是四百年的 逝世 黑暗当中 闪亮的一颗民族救星 但是你研究这个人 一生你会发现 三件事情很奇怪 而且都是叫人家 觉得轻痛 愁快 第一个 十四章 他的儿子 约拿丹 有功于国家 他要杀他的儿子 第二件事情是 他宁可放弃 四仇 亚马利人 特别是雅甲王 在十五章 他要放四仇 雅甲王 亚马利人 雅甲王 要杀他有功于国家的儿子 约拿丹 要把他杀了 第三事情是怪的 就是年轻优秀的才俊大卫 一出来 这个大卫你知道非常优秀 最精彩的职棒投手 他知道哪里打定点 把哥利亚打倒 有功于国家 这个扫罗竟然追杀他 这个优秀青年会弹琴 会做事 曾经帮助他里面赶鬼 他竟然要追杀 有功于国家 也对他有帮助的大卫 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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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用全国最精锐的部队 来追杀大卫 而且他以为大卫是他的仇敌 那其实不过是他的假想敌 追杀到一个地步 任何人想帮助大卫 包括拿博的祭司 因曾经帮助大卫 他竟然胆子那么大 把所有祭司全程通通杀了 他竟然胆大包天 把耶和华的祭司都赶杀了 结果真正的仇敌是谁 真正的仇敌呢 菲利斯人在刚刚所读的经文 三十一章 一出现的时候呢 他吓了半死 软趴趴的 只好做了一个绝路 找一个娇鬼的巫婆 台湾话的党鸡 一找了娇鬼的巫婆的时候呢 他自己犯法 你知道他自己命令 是不可以跟娇鬼的 属神的敬畏神的人 不应当娇鬼的 他自己命令 自己说不肯娇鬼 自己确实娇鬼 一娇鬼上来呢 娇上招出一个人 招出的竟然是撒末 那这个在解经上 我们旧位神学家非常痛苦 为什么呢 他交出来 找出来到底是真神 真人 撒末还是鬼 真鬼 那两边神学家通通有 从教育历史 解经历史来看 通通有 也就是两 等样奇观的 所以我们旧位呢 蛮讨厌 草罗的 带给我们 神学上的问题的 结果鬼或是撒末一上来 他吓了半死 到基里坡 菲利斯人 轻易的把他的头砍掉 把他三个儿子杀死 原因在哪里 个性 个性的问题 一个人不要单单 只是注意灵性 你一定要留意个性 个性不好的 可能拖垮你的灵性 个性不好的 会拖垮你的灵性 我要从两个角度来思想 第一个 在灵性崩溃前呢 个性往往已经有征兆 灵性崩溃前 个性往往已经有征兆 那这是第一个 我们思想的地方 他那灵性在崩溃前的时候 个性有什么征兆呢 第一个 急兆 个性急兆 在第十三章的地方 当呢 萨摩尔叫他约定的时间呢 能够到吉甲 萨摩尔要去献祭 但是呢 当时非常可怕 因为十三章第五节 有菲利斯人聚集要以色列人征战 有车三万辆 马兵六千步 兵向海兵的杀这么多 这么多的时候 谁不惧怕 就像八二三炮战 谁不惧怕 以色列会看到 百姓看到这样情况就躲起来 非常惧怕 战战兢兢的跟随他 因此扫罗呢 心里面惧怕不是最大的关键 而是十三章八节 他呢 照着萨摩尔手约定的日期 应当是等了七天的时候 萨摩尔会到的 他来不及等 他其实要再等一下的话 萨摩尔果然就到了 你知道萨摩尔一到啊 萨摩尔有个本事 因为他的妈妈曾经教他唱歌啊 唱什么歌 祷告上帝可以解决问题 第七章 菲利斯人照常来打他们的时候 萨摩尔是用祷告把仇敌打败的 结果呢 扫罗不能等 个性急躁 一上线的计 出了问题 个性急躁 我们常常有个性急躁的问题 不是吗 一个呢 无神论者叫贺虚离 Thomas Huxley 这是美丽辛世界 这个无神论 进化论的这个家族当中的一个人 他呢 有一次从Dubren开会 从在旅馆出来 一看时间已经慢了15分钟 赶快匆匆忙忙的 下了旅馆 然后找了一个马车 然后一上了马车 说马车先生 快快快快快快 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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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车司机就照他的话呢 就开开开 非常快 开了15分钟以后 他慢慢醒过来 慢慢问马车司机 Do you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to 你知不知道我们哪里去了 马车司机当然回答说 No But I know we are very fast 我们很快 你叫我们快 我们很快 个性急躁 有一对夫妻 一个小组 他们的区长 区务长 请他们带四个家庭 那这个夫妻为了侍奉 因此就把四个家庭找来 在他们家吃饭 时间到了 来了三对 结果呢 他急了 急躁的个性 马上说什么呢 哎呀 该来的不来 该来的不来 三个当中有一个想 那我才是不该来的 对不对 他就找借口走了 他更急 他说哎呀 不该走的走了 其中两个 就发觉在想 那不该走 他不该走 那我才是该走的 对不对 就找借口 也走了 只剩下一对 他更急 他说哎呀 我不是说他们嘛 最后一对 那你不是说他们 那就是说我 他也找借口 通通走光光了 急躁 21世纪忙乱的时代 留意 急躁是我们个性的 一个殖民商 扫罗如果 稍微等一下着 沙漠一出现 就可以献祭 你要知道啊 一个人灵性 就在困难的时候 击破的时候 你看摩西 就是最好的例子 后面有追兵 前面有红海 他呢 不急躁 他说仰望上帝 天上的神 听祷告 他可以解决的问题 但是扫罗呢 个性上呢 不懂得 在急躁当中被对付 急躁没有被对付 产生问题 第一个 第二个 十五章 当亚玛丽王 他照吩咐 应当把亚玛丽人打败 杀了他亚甲王 结果呢 扫罗呢 十五章的第九节 扫罗和百姓 却连席亚甲 也爱惜上好的 牛羊 牛肚 羊羔 并一切美物 不肯灭绝 凡下贱 瘦肉的 尽多杀了 他呢 随重负荷 贪小便宜 他们都喜欢嘛 百姓都连席亚甲 因此呢 撒摩尔说 你这些牛羊 从哪里来的 他呢 说扫摩尔说 这是百姓 从亚玛丽人那里带来的 大家都喜欢 随重负荷 群众都喜欢 群众都喜欢 不一定是真理 上帝借着 扫摩尔说 你扫罗要把亚玛丽人 灭了 你一定要听话 不管别人怎么说 你宁可讨神的喜欢 不要只是单单讨人的喜欢 他呢 随重负荷 特别贪小便宜 或许带来牙甲 或者带来上好牛羊 对自己有好处 或许吃了以后 对自己有好处 或许呢 回去邀功 证明说 我还有能干 随重负荷 贪小便宜 其实我们一般人 都有贪小便宜的习惯 贪小便宜 我们往往为了一点好处呢 贪心 所以政治人物呢 会要钱 那这种情况呢 你会发觉 他是王耶 沙漠是王耶 扫罗是王耶 我们发觉 其实贪心啊 就像马克思所说的 经济决定一切的观念呢 在小孩子身上就有 有一个小孩子呢 在路上哭了 旁边是水沟 结果哭的时候呢 一个大人走过来说 小孩子你哭了什么 他说啊 我呢有两个铜板 我有一个铜板 掉河里面去了 那大人看他哭得那么伤心呢 就补他一个铜板 他呢 很高兴了 一下子以后呢 又开始哭了 我不是给你铜板吗 他说是啊 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哭呢 他说我如果那个铜板不丢的话 我现在有两个铜板 人有贪小便宜的习惯 人有贪小便宜的习惯 末世啊 会为了金钱啊 卖主卖油 台湾 特别经济不好的情况啊 经济犯罪会越来越厉害 以前的财政部长白培英说啊 百分之台湾的经济犯罪呢 占所有犯罪的比例百分之九十几 其实犹大 就是为了三十两银子 出卖耶稣 那扫罗呢 随众负荷 贪小便宜 随众负荷 贪小便宜 那这是他第二个个性上的征兆 个性急躁 然后贪小便宜 第三个 不肯认错 不肯认错 当十三章刚刚讲 那个吉甲的献祭呢 萨摩尔去找到他说 你为什么要勉强献祭呢 你做了糊涂事啊 你如果遵守主的话 放心 上帝会负责到底 他不认错 他不认错 特别后来在牙甲王身上的时候呢 萨摩尔问他说 你做了什么事 他说呢 我呢 已经照你所吩咐的 把那些牙甲 那些手下 那些残弱都杀了 但是萨摩尔说 那我耳中所听到 在十五章十四节 我耳中所听见 有羊 叫有牛鸣 是从哪里来的呢 萨摩尔说 这是百姓 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 因为他们 按习上好的牛羊 要信耶和华 你的神 他把所有的借口都推翻了 都不推到他身上 是百姓 要拿来献祭给 耶和华 你的神 唯独他没有任何过犯 人犯罪的第一个特征就是 不负责任 不负责任 不肯认错 他不肯认错 他做了浮屠事 如果他认错的话呢 或许还有一点点机会 他不肯认错 你会发现 政治人物往往最大问题 是不肯认错 政治人物最大的问题 领袖最大的问题 是很难认错 世间的人也是如此 夫妻吵架 往往不肯认错 全世界只有一个人 众人的罪孽跪在他身上 主耶稣 众人的跪孽 你我的软弱败坏 任何的痛苦 忧伤 都在他身上 但是扫罗呢 不肯认错 他跟我们一般的人间的君王一样 不肯认错 因此从吉甲 从亚甲王至情 即使从亚当夏娃 亚当夏娃也是一样 当上帝指责亚当说 难道你吃的分别善物色的果子的吗 他呢 把责任推到别人 他说是你所造的那个女人 叫我吃的 这种个性啊 就是我们信主以后 一定要留意去削减 你如果不留意去削减 那个个性的话 你知道有一天呢 你的灵性会被拖垮 果然呢 十六章 当上帝已经不再用扫罗 要把扫罗扫掉 进入大卫王朝的时候呢 上帝在十六章十三节 那个时候 撒母就用高高大卫 从那天起的时候 耶和华的灵就大大了 来感动大卫 结果十六章十四节 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 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们 有恶魔 本来是邪灵 现在本来是圣灵 现在邪灵可以进来 因此扫罗呢 就变成被邪灵捆绑 痛苦 然后呢就慢慢走向不归路 死亡的不归路 个性会拖垮你的灵性 所以求主帮助你 你的个性哪里 是急躁 是慢 是贪 是爱 是许许多都不喜欢的地方 常常求主 特别要肯认错 肯认错 你认错并不是表示你人格差 你错的话 知过能改 散莫大焉 而且耶稣的保险在等待遮盖我们 这个扫罗呢 不肯认错 所以在灵性崩溃醒的时候 个性往往已经有征兆 因此他第一次第十章灵性非常好 却是不懂得在个性上受削减 因此慢慢走向不归路 第二 如果你放任个性啊 灵性终会瓦解 你如果放任个性 你的灵性终会有瓦解的一天 这个关键在两个人 一个就是约纳丹 十四章他的儿子约纳丹 带了带卫兵的兵器的人 到对岸去 把非日式人打败 十四章的二十三节说 那日耶和华是以色列人得胜 一直战到伯亚文 原上帝也帮助约纳丹他的儿子 结果呢 照理说你是扫罗 你是王 而且是他的爸爸 按理说你应当很高兴 结果他下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命令 什么命令呢 十四章二十四节 扫罗教百姓启示说 凡不等到晚上啊 向敌人报完仇 吃什么呢 必受咒诅 不能吃任何东西 士兵打仗当然会饿啊 那为什么不能吃东西 原因他看到呢 原来上帝是站在约纳丹 那里头的 焦点不在我 所有的闪光灯 所有的镜头不对准我 是对准别人 这个时候他心里面不高兴了 因此希望把焦点把镜头再夺回到自己的空间 让自己仍然在舞台上 所以你会发现他呢 放任个性 灵性会有瓦解 他希望焦点 希望自我被认识 高抬自己 地位越高的人 你会发觉啊 往往呢 安全感越低 他安全感很低耶 当别人呢 得荣耀 下面的人 如果是你手下的人 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 结果优秀 你往往呢 要把他拉下来 那这个在人间的政治史上 多了事 多了事 我们在台湾也常常看到 地位越高的人 往往安全感越低 所以犀利王 拿马太福音第二章来看 东方来博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只讲一句话 说降生在犹大为往的是在哪里呢 犀利王就不安 一句话他就不安 原因是什么 嫉妒 嫉妒 国度心胸 狭窄的问题 你恨不得别人都比你差 比你优秀的 你都不要他 像曹操也是如此 所有人间的帝王呢 基本上都有这样的问题 很难得像林肯 林肯说啊 国家当中有优秀的人啊 我即使帮他签马 都无所谓 很难得像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把学生送给耶稣 然后别学生告诉他说 你当初找你受洗的人 这些都去找耶稣了 他说他必兴盛 我必衰微 他说我的喜乐满足 我的目标叫所有人来跟从耶稣 扫罗不是这样子 他呢 安全感作祟 放任个性 第二个特征 就是真是致命伤 就是灵性的大卫在17章打败哥利亚以后 大卫出来以后呢 扫罗的灵性就完完全全进入黯淡 邪灵临到他 他就开始嫉妒 因为大卫很厉害 你知道他一上来的时候 非常优秀的青年才俊 拿那个石头就打死哥利亚 最精彩的直胖投手 结果他开始嫉妒 他开始嫉妒在18章的第八节 当大卫呢 出来以后 所有的18章就把所有的爱啊 以色列人的爱通通从扫罗转到大卫 18章第一节 约拿丹呢 已经把爱呢 放在大卫身上 然后是第六节第七节 以色列的妇女把爱 从扫罗转到大卫 这些妇女说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甚至呢 他的士兵 18章14节 以色列跟犹大的众人都爱大卫 众人以色列跟犹大 通通把爱从扫罗转到大卫 他的女儿米拉 在18章 那么20节 也爱到大卫 一个一个通通爱了 甚至最后 28节 他的女儿米甲 爱大卫 整章 18章 爱的焦点通通从扫罗转到大卫 整个舞台 通通是大卫的 少了几十四王 充满了嫉妒 因此18章8节 准备 发怒 准备 杀 就好像 撒斯比亚的句 奥赛罗 奥赛罗 就好像 一个隐私 嫉妒 也去了一故事 讲到一群魔王 一群魔鬼 企图用肉 sex feel 恐惧 来试探一群隐私 都没有得逞 这个魔王说 你们这些方法都太肤浅了 看我的 魔王就靠近这个隐私旁边 对他轻声的说 说 某某隐私 你知不知道 你的兄弟已经成为Alexander 亚历山大的主教 你听说过没有 一瞬间 这个隐私 本来是很严肃 很属灵的 却变成 披上了一层 嫉妒的阴影 魔鬼的忌 成功了 魔鬼的忌 成功了 原因是什么 忌妒 忌妒是古中的朽烂 容易忌妒 少了就是如此 因此忌妒的时候 想办法用他的儿子 米拉 成为吊尔 认为说 大卫如果你杀了多少人的话 我把女儿给你 杀的目的就是 其实就是要让 非力士人来杀大卫 甚至叫他的儿子 成为他的spy 成为他的间谍 要来抓大卫 而且两次用枪 几乎砸死大卫 就好像荆轲刺青一样 三次 然后多次追杀大卫 其实不像荆轲刺青 就等于他忌妒想杀人 多次追杀大卫 而且大卫根本没有任何想杀他 特别在影机底 大卫躲起来 扫罗在那边 这个他把衣经割掉 大卫还自责 因为这是耶和尔的受高者 大卫没有想杀他 因此他到处逃 到处逃 到处逃 扫罗呢 却一直追追追 甚至帮助大卫的拿博的祭司 要把他杀了 到一个地步 真正的敌人 菲利斯出现的时候呢 完全没有任何能力 结果呢 儿子 自己的生命 死在 菲利斯人手中 因为他教鬼 一教鬼的时候 自己很panic 恐慌 完全傻了 然后呢 上帝离开他 人生走道不归路 灵性瓦解 娇贵 因此你会发觉 到最后的时候呢 真正敌人出现 菲利斯人出现 他就完完全全 不知道怎么办 垮 个性拖垮灵性 个性是会拖垮灵性的 特别我们有一些征兆 你要趁早 靠主的恩典能够砍掉 结果呢 杀了 扫罗的 儿子的 很稀奇 是谁害死他孩子 爸爸 扫罗 因为他当死在里面 这一段就帮助我们了解 什么叫父亲的背影 父亲的个性不好 影响到儿女 父亲的个性败坏 影响到儿女 父亲的背影影响到儿女 两件事情结束今天 第一个 在父亲的背影当中 有一个富翁啊 一辈子许许多的工程 是找两个建筑师盖的 建筑师呢 找来以后呢 说我要退休了 请你们掰我盖最后的工程 给他们相同的蓝土 相同的钱 其中有一个呢 富翁呢 很认真 有一个建筑师很认真 照蓝土来盖了 有一个偷空简料盖回来 两个看起来都一样 里面材料不一样 结果呢 富翁说我没有东西送给你 有 就是最后 我谢谢你们这一辈子 帮我盖这么多工程 我把我所盖的东西 送给你的儿女 送给你的儿女 忠实的父亲 保护儿女 不忠实的父亲 害死儿女 父亲的背影影影响到儿女 你成为怎么样的父亲呢 求主帮助你个性受消减 我们请低头的祷告 天父帮助我们个性 常常被你孝节 好家我们的灵性 常常被你苏醒 让耶稣的爱资盖我们 成为一个认错 仰望耶稣保血的人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灵祷告 阿们 愿上帝祝福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